好了 朋友们 那通过前面的讲解 咱们现在对什么是方程 什么是方程的像 什么是方程的解 这三个东西明确了吧 那明确了这三个东西呢 咱们接下来就得一起来看一看 如何去解一个方程 如何我从你给我的这个方程里边最终推导出x等于多少 一般情况下呢 咱们解方程分三大步 来 一起看一看 这三大步分别叫做 第一步 有括号去括号 一会来解释啊 第二步 一项 注意变号 第三步叫做合并同类项 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写了一方程 叫做6x加3等于5x加7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要想解完了一个方程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一定是解出来x等于某个数的形式 对吧 所以我们就得想了x是不是应该移到方程的一边 数字应该移到方程的另外一边 这边有6个x 这边有5个x 所以5x是不是要移过来 移到等号的另外一边 来了 一项注意变号 5x移过和 一翻过这个等号就要变符号 这边5x 这边5x是加 所以移过来就是啊 就变成6x 减5x了 好 那么下一个 x移到左边了 那数字是不是就得往右边去移啊 那数字往右边移 7不动 加 3移过来变成减3 对吧 好 那么下来你就会了 6个x减去5个x其实就等于啊 就等于x 这个就等于啊 4 你看 此时此刻啊 所以方程就已经解完了 好 那其实我们在解这方程过程当中呢 大家已经看到了一项的问题 是不是有同学没 没有看到合并同类像 嗯 不着急 我来问大家啊 这个像 我们知道什么叫像了 就这个方程而言是不是一共有四项 6x 3 5x 7 是不是一共有四项 那什么叫做合并同类像呢 比如说 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现在如果我给你三头小猪加两把椅子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我不知道 三头小猪两把椅子等于什么 太迷茫了 但如果我问你三头小猪加上两头小猪呢 那肯定等于五头小猪 对吧 哎 只有是同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才能够相加减 不同类的 那你怎么加呀 怎么减呀 没法加 没法减 是这个吧 好了 所以合并同类像的意思就是啊 必须是同种东西啊 你才能够相互加减 就如同咱们在这里 6x 跟 5x 是不是应该是同一类的 7 跟 3 是不是也是同一类的 哎 所以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合并的 明白了吗 好了 那第二条 第三条 我都解释完了 接下来再说说第一条 其实第一条有括号 虚括号 我觉得就更好理解了 比如说老师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把这个清空一下 举这么一个例子 6倍的x加1等于5x加上11 好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括号 哎 同学们注意 6x加1的括号 你看6跟x 6跟那个括号之间是不是少了一个符号 我们说少了哪个符号 哎 能省略的符号只有一个 就是啊 乘号 当数字跟字母或者数字跟有字母的括号在一起的时候 乘号是可以省略的 其他符号都不可以省 好 那有了这个括号 不下回 那怎么谈 先去括号 对吧 去括号 记住啊 这是一个乘号 那所以分配率一个 两个 两条裤腿 6乘x加上6乘以等于5x加上11 好了 那同学们 现在你会处理了吗 来 现在呢 你把这个方程解完 告诉老师 x等于多少 好 老师问大家 有多少解错的 哈哈 具体一片手来啊 哎呀 一片解错的 好 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首先第一步 这个地方是不是6乘以1可以算出来 所以呢 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先算出来 免得一会呢 超错了 加上11 这边5个 这边6个 移过来 变成 注意 它的本身的符号是加号 所以减5x 那加6到这边就变成减6 所以还剩一个x 这边还剩5 因此正确答应该等于x等于5 好 那方程解方程的三大步 师傅老师已经说清楚了 应该分别叫做有括号 区括号 一项注意变号 合并同类像 你要注意啊 尤其是合并同类像这一个 并不说最后合并同类像 合并同类像的意思就是 你什么时间发现可以合并的 你随时合并 听清楚了吧 假如你第一步发现 第一步上面有个什么东西 可以合并 那就立刻合并 好吗 好了 不说这个 我说最后一个 朋友们 现在你看看你刚才做那道题目 有没有同学把等号写在最左边了 谁中枪了 谁掉坑里去了 有没有人把等号写在最左边了 肯定有 注意 方程跟我们的托式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方程一定是等号必须对齐 而且等号一定在中间 别写在左边啊 过会我看看谁还写在左边 好了 我已经提醒你了啊 好 不是这个了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自己把立体第一题的两道小题解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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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